此理一节思路长征的步伐 理一节跟中天团队顺利进入了神秘的伊朗 在奥尔会的协助之下 思路团队通关异常的顺畅 省下了原本要两到三天的通关时间 而当理一节进入到伊朗之后 严如还有民众送花 还有跑者陪跑 也显示了伊朗官方相当的重视 这次的拥抱思路计划 如同上个月在土耳其开跑的盛况 理一节进入伊朗后 立刻接受献花还有伊朗跑者陪跑了五公里 他们是非常感兴趣 除了我们在做一个能够没有做过的事情之外 一个挑战极限之外 更重要就是让这个好的散意 就是这个肥的这个问题 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 透过中天电视的数位叙事 我们重塑林毅节与中天团队通关时的情形 因为伊朗奥会全力支持 原本得排上两三天才能通关的 货车一下子就进入了伊朗 思路团队还接受了伊朗媒体的访问 那我们这次引发思路团队的拍摄行动呢 其实是在官方的观察之下来进行的 原本认为情势紧张的伊朗 给予林毅节相当友善的协助 沿途警车开道为安 也让在千里之外的我们 安心替林毅节加油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 又来了 眼睛撞到 失路这条艰辛的路程 从来没有人能独立穿越它 东起中国 西至西亚 透过镜头记录这段历程 发现生命的价值 及人心的感动 将所有感动世界分享给所有同胞 我林毅节 与中天新闻一起带你拥抱私利